各位学员大家好 今天呢咱们开始漏洞专题底下 针对咱们命令执行漏洞专题的最后一讲 那么咱们本次课程呢 主要是讲解一下 基于程序原代码的一个实力演示 以下呢是咱们课程的目录 那么咱们接下来呢 主要是从以下这两个方面呢 进行一个展开 那么第一呢 咱们这里有一个常见的啊 针对这个程序代码层的命令执行的一个案例分析 简单的一个分析 第二呢就是咱们一个实力演示的环节了 那么我在这里呢是用到的这个P2P 它的一个命令执行 好的 那么咱们这里呢先看那个案例 我在这里呢 给各位学员举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例子啊 就是上述这个方框里面的这个代码 很简单 就它这里有一个ARG的一个变量 然后呢 它去接收这个用户的 比如CMD啊 这个参数的值 假如说它这个参数的这个变量呢 它是有有这个值的时候 它会接下来调用这个System这个函数 进而呢去执行这个系统命令 当然这个System函数呢 还有些这个其他的啊 同类同类的一些函数 比如像这个 一叉一叉的啊 Pass Through的等等啊 一些 然后右面呢就是这个 用户他这个 在这个CMD这个参数后呢 输入了这么一个语句啊 户MI 就是当前可以查看一些这个系统 它的一个权限是什么 用户权限是什么 可以看到他当前是一个Administrator 这个权限 也成功地执行了命令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简单的 最基础的一个命令执行的一个分析 那么那么接下来呢 主要是给各位学员演示一下啊 基于一个这个大于CMES的一个PWP命令执行 底下呢 是咱们这个实例的UIL 那么我在这里呢 这个在浏览器中呢 进行一个打开 好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当前这个大于CMES的 这个程序的主界面 那么咱们接下来呢 主要是干嘛呀 就是从网上 我这里从网上找的一个啊 就是说基于这个大于CMES 然后当下这个版本 然后它有这样一个漏洞啊 就是说有一个前台的 一个任意代码的一个执行 这里是它的一个分析过程 当然底下呢 有附上了一个这个EXP 就是一个漏洞的利用的一个程序 一个小小脚本 它首先呢 干嘛 就是对这个漏洞的进行一个描述 就是这个大于CMES呢 它在将这个字幕串 转换于这个书组的时候 函数中呢 它是直接利用了这个EVO啊 这个 这个函数的 并且呢 这个其中的这个变量呢 它是可控的 从而呢 导致了这个任意的一个代码 命令执行 底下呢 是它的一个影响的程序的版本 那么接下来就是针对这个漏洞呢 它有个详细的说明 这里呢 我就不过多的给各位学员去介绍了 如果各位学员想了解 它这个漏洞呢 是怎么形成的 或者怎么利用的 这个人的博客上啊 进行一个查看 流程呢 就是这样 它是进行了一次这个代码的一个审计 并且找到了这个程序啊 可利用的一个地方 那么底下呢 是它这个漏洞利用的一个这个环节 这里呢 它利用这个火狐啊 相关一些这个插件啊 Modify headers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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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 小工具 小组件 然后呢 进行了一个这个漏洞证明 最后呢 它在底下呢 又附上了一个这个什么 EXP啊 它是用PY啊 Python 写了一个这个小脚本 小利用脚本 那么咱们接下来主要是干嘛 主要是利用这个脚本呢 去测试一下 它当前这个漏洞啊 是否真正的一个存在 这里呢 由于我本地啊 这个环境有问题 然后我这里远程到直接目标机上 然后进行一个操作 好了 我这里用了这个PYP study啊 这个集成的一个这个小的一个工具呢 进行一个搭建 网站的搭建 那么这里呢 就是咱们当前所要用到的这个EXP 那么当前这个EXP呢 其实和干嘛 其实就是 和它上面 就这一块 就像刚才看到那个网址 就是上述啊 它这块这个漏洞利用这块啊 这个操作是一致的 它无非把这个操作呢 变成了一个这个小的一个脚本啊 方便利用 好的 那么咱们这里呢 就进行一个这个测试 我先直接回撤一下啊 这是它程序的这个主界面 然后呢 怎么利用啊 然后它底下给了一个一个example啊 一个例子 然后这个当前的exp.py 然后后面跟上这个UIL 也就是当前这个锁定的这个漏洞的一个文件 PAY 然后底下有个order 点PRP 然后那么这里呢 就要换成它本地 它当前啊 咱们这个 有本地搭建的这个网址啊 好 那么接下来直接回撤 可以看到啊 它很很快 然后并且提示了相关的信息 然后底下有一个这个get shell啊 success已经就成功的获取了web shell 那么咱们这里呢 可以验证一下 直接在浏览器进行一个访问 看到没 它已经成功执行了 接下来你可以用什么呀 用这个菜刀去进行连接 当然你也可以用 比如说这个火狐 它有个这个post的提交插件 去进行一个这个简单的一个这个探测 然后我这里把它开一下 然后拆 就等于prp info 然后这里我就可以查看一下 它当前这个环境的配置文件啊 当前prp版本是这个 5.3.29 底下是它这个基本信息啊 也就成功的执行了这个当前这个代码 好的 那么上述呢 就是针对咱们这个大宇西马尔斯啊 它的一个这个 前台的任意的一个这个命令执行的一个漏洞 好的 那么咱们本次课程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观看 thank you